好 我們開始上課了 來 趕快作為來 開始上課了 好 接下來我們這一節要來探索生命 事實上我們只是藉由一些故事來講到水的重要性 我們這一堂課其實要講的是講水 水為什麼這麼重要 那這是我們的太陽系 我們太陽系 地球在哪裡呢 地球在這個地方 那我們知道說我們有很多這種探索外星生物的一個工作 是在火星上面 因為它離我們比較近 有可能它的溫度或是說上面的環境跟地球比較相近 那事實上是不是相近呢 其實也沒有很相近 其實也差異蠻大 差異蠻大 這是火星的一些數據 火星有所謂的大氣層 不過它大氣層主要是由二氧化碳所構成 跟地球完全不一樣 那火星的一個平均溫度大概是零下55度C 55度C 那火星一年有687天 我們有365天他們有687天 哇塞那多好 那暑假可以放4到5個月 真好 不過一個學期也是double 沒有賺到便宜 那一天大概24小時跟地球很類似 很類似 那為什麼我們會再把火星鎖定成一個 可能會有生命的一個星球呢 那當然一開始的時候 這個影片已經有一段時間了 他在柯林頓當總統的時候 所以事實上被火星上 是不是有生物的探索 在很久以前就已經開始了 在很久以前就已經開始了 那再舉個幾些最近的例子 最近例子呢 在2007年 這個鳳凰號這種太空船 被發射到火星 那2007年的8月發射到 2008年的5月才到 哇你看他飛了快10個月 飛了快10個月啊 才到火星上面 那到火星上面呢 他就降落了 降落之後啊 你可以看到呢 有一些輪子 這輪子啊 事實上是可以 讓這個鳳凰號是可以移動的 可以移動的 然後他有這種太陽能板 可以吸收太陽能 然後呢 提供他一個電力 提供他一個電力 那 在5月25號登陸之後呢 接下來當然就開始運作了 打開太陽能板 然後開始運作 開始運作 那接下來就把一些 他所拍到的一個照片啊 把他傳回來 傳回地球來 那這是在登陸火星啊 第20天 SOL就是說啊 這種火星 火星日啊 登陸火星 的第20天呢 他拍了一張照片 拍了一張照片 就是這張照片 這張照片 傳回來了 那過了24天 到了第24天 也就過了4天之後呢 他又拍了一張照片 傳回來了 那這個 這個痕跡是什麼痕跡呢 這個痕跡啊 就是他這個輪子啊 壓 壓過 壓過的痕跡 壓過的痕跡 一個痕跡 那 相隔4天啊 傳回了 這兩張 這個 照片 那 客家看到這個照片之後啊 就非常非常的興奮 非常非常的興奮 那這兩張照片啊 是有一些差異的 是有一些差異的 有哪些差異呢 從這地方可以看得出來 在稍找這張照片呢 這裡有一些白白的 在這個陰暗的地方呢 有一些白白的痕跡 白白的痕跡 那過了4天之後 傳回來這張照片呢 這白白痕跡不見了 不見了 所以說 如果它是一些鹽類 鹽類的物質 鹽類的物質啊 它應該不會不見了 應該不會不見了 所以科學家呢 他們認為啊 這個應該是所謂的 一些像雪啦 像霜 這種水的一個結構 那 從這個時候開始啊 就開始 陸陸續續得到很多的證據 證據是什麼呢 顯示啊 在火星上面啊 是可能有水的存在的 有水的存在 那 這是第一個照片傳回來呢 他們就發現 有可能有這樣的一個差異 有這樣的差異 那後來呢 又陸陸續續傳回很多的 很多的照片 大概是在 8月29號附近呢 傳回了一些照片 那把這些照片啊 把它 合成一個動畫檔 GIF 一個動畫檔 那這個照片啊 大致上就是說 這個太空船呢 它 針對啊 這個 天空 火星的天空啊 手拍的照片 手拍的照片喔 那 從這些照片你可以看到呢 有一些啊 好像雲的東西啊 在火星的 太空中 太空中喔 這個是很難想像的 火星上面呢 竟然有類似啊 這種 雲的一個結構 跟地球啊 有點類似 所以呢 科學家就懷疑說 是不是呢 有一些啊 把水蒸氣啊 在火星上面 啊 這個空氣中 空氣中啊 來形成這樣的一個結構 形成這樣的一個 現象啊 這樣的一個現象 那 這次後來 它又傳回來一些照片 喔 那這個在 也是更後面的時間喔 嗯 它傳回來照片呢 同樣科學家把它組成一個動畫 發現啊 有一些 白色的東西 在空氣中啊 出現 好像是下雪的一個樣子 喔 很像是下雪的一個 一個過程 喔 下雪的一個過程喔 那 這些都是眼睛所看到的啊 當然不能夠證明啊 火星上面有水 火星上面有水 後來呢 他們就直接啊 去鑽 這個火星的泥土 那 針對呢 他們所鑽到的一個標本 喔 這個機器啊 能夠馬上做進行化驗 進行化驗 進行化驗的結果呢 證實說啊 它圖裡面啊 有些水分存在的跡象 有些水分存在的一個跡象喔 那 可是啊 好景不長 好景不長喔 那這個 嗯 到了它登陸火星 登陸火星的第132天呢 也就在10月的時候 10月左右呢 火星的 這個 大替程啊 火星的這個空中啊 開始出現了 所謂的 類似風暴 類似風暴的一個狀態 那這個風暴啊 就有很多很多 像雲的一個結構啦 當然還有一些像沙子 火星上面看起來 就像是沙漠一樣 很多的這種 沙石啦 那後來這些啊 灰塵啊 就把太陽能板啊 把它蓋滿了 把它蓋滿了 所以這個昏王浩啊 太陽能板 被這些 這樣東西啊 覆蓋之後呢 它就沒有辦法能夠收到太陽能 所以它就失去電力 失去電力 後來就掛了 就再也沒有傳回來 傳回來照片 不過呢 昏王浩啊 就開始讓我們 有一些證據證實說 火星上面啊 是有水分的存在 是有水分的存在 2011年呢 另外一個是Curiosity 這種好奇號 它傳回來的訊息啊 它傳回來的照片呢 有一些照片啊 科學家非常非常的興奮 那這是它傳回來的 其中一張照片 其中一張照片 那這張照片呢 有很多的特徵啊 跟啊 地球上是非常非常類似的 火星上面很多的沙子啊 還有一些石頭啊 那 這是在地球上面 啊 所看到的這個 嗯 這個小石頭 那這個是呢 火星啊 他們所拍到照片呢 所看到的一個小石頭 他們看到啊 這些小石頭 跟地球上面 所存在這些 軟圓形的小石頭 他們非常非常的興奮 一種 因為這種軟圓形的小石頭啊 是沒有辦法 能夠用外力製造出來的 嗯 不能這樣說 其實說 這種軟圓形的小石頭啊 它是有一個特徵 它是經過水的沖刷 所造成的 喔 經過水的沖刷所造成的 所以呢 我們在 他們就推斷在 我們這個 古老的時候啊 火星上面 事實上是有水流 它的表面啊 這個星球的表面是有 水的流動 水的流動 所以呢 才會造成很多啊 跟地球一樣的 外觀的 這種小石頭 軟圓形的小石頭 軟圓形的小石頭 那所以 都在證實 我們剛剛所看的影片 都在證實一件事情 這個事情是什麼 火星上面是有水的存在的 那同學會莫名其妙 有水存在 關我們什麼事啊 有水的存在 跟生命 到底有什麼關係呢 水對生命 這麼重要嗎 必須要有水 才會有生命嗎 是這樣子的嗎 為什麼我們 要探討一個星球 以前有沒有生命 或是 未來適不適合 生命的出現 我們第一個要素 就是要探討 這個星球上面 有沒有可能 有水存在的痕跡 以往有沒有水 或是未來 會不會有水出現 還有水出現 那 為什麼水這麼重要 我們接下來就來講這個事情 這個是 我們在外來空 看到地球的樣子 地球有很多藍色的 一個漂亮的顏色 那當然大家知道說 這當然就是海洋 就是海洋 那地球是太陽系裡面 唯一有這種所謂的 表面 有液態水存在的一個星球 我們大概有70%的面積呢 是被這個水所覆蓋 是水所覆蓋 那 人家說 這個女人是水做的 其實男人也是水做的 因為男生跟女生都一樣 我們都是70%的水 其實 不是只有女人 是水做的 那 這個水這麼重要 那我們當然要好好的保護它 讓它不能夠輕易的離開我們 要不然如果說 水會很輕易從你的皮膚表面離開了 那你就一天要喝很多很多的水 所以我們的皮膚呢 我們的皮膚的最外層 皮膚的最外層 表皮的那層 那有很多的細胞 這個細胞呢 它裡面就含有很多的自然保濕因子 自然保濕因子 這是你的皮膚喔 皮膚的表皮層的最外層 它很多的細胞 這細胞裡面就含有很多的自然保濕因子 可以keep住這個水 keep住水 把水保留在你的皮膚上面 所以這一層含水量好不好 就關係到你的皮膚 皮膚 所以說 同學可能會知道說 有些化妝品呢 它強調說它含有自然保濕因子 事實上我們的皮膚本來就有這個東西 本來就有這個東西 那我們在我們皮膚的細胞跟細胞之間呢 含有很多脂肪類的物質 會防止你身體的水 跑掉 跑掉喔 所以呢 我們的皮膚形成一個很好的屏障 那我們身體裡面的水 不會大量的善失 要不然 你就要喝很多很多的水 來保持你身體裡面有70%的成分是水 是水喔 那除了 男生女生之外 地球也是70%的水 這其實很奧妙的事情喔 不知道為什麼喔 那比如說這個樹呢 這個樹啊 它的一個重量啊 大概也是啊 大概70%的重量啊 是由水所構成 水所構成喔 那 雖然說啊 我們整個地球呢 有70%的面積啊 是被水所覆蓋的 看起來我們有 好多好多水可以利用 那為什麼我們還缺水呢 那 事實上啊 大部分都是海水 沒辦法使用的海水 那淡水呢 都以那種冰 冰的方式啊 存在於南北兩極 南北兩極 所以說 可以使用的淡水 事實上呢 只有佔總水量的大概2% 2% 所以我們可以使用的水 事實上是有限的 事實上是有限的喔 那 喔 你看我們的腦 我們的腦這麼重要 對不對 你要學什麼東西 你的記憶呢 通通都儲存在你的腦部裡面 但是我們腦部裡面 竟然有75%的水 那 水跟我們的記憶有關係嗎 當然沒有關係 沒有直接的關係啦 Anyway 那我們的腦部有75%的水 那我們的骨頭 這麼硬的地方 其實呢 也含了25%的水 含25%的水 那這些是一些 其他生物的例子 番茄呢 有95%是水 那你看你花那麼多錢買番茄 其實有95%是水 那我們就喝水就好了 對不對 那鳳梨呢 有80%的水 雞人呢 有75%的水 是我們剛剛說過 那70%是水 那我們常常知道說 有時候有些災難發生 比如說地震發生了 那有些房子就倒了啊 那倒了之後 就開始當然收救到 就開始進去收救 那可是呢 有時候有一些令人興奮 令人啊 這種震撼 那個叫什麼 激勵人心的事情 就是說 有些人呢 可能被壓在廢墟裡面啊 可能經過很久之後 才被救出來 才被救出來 那有些人呢 被壓在廢墟裡面 即使不是重傷而死呢 可能啊 他經過一段時間 他沒有吃東西 沒有喝水 也會死掉 也會死掉 啊我最重要的東西不見 所以 張啟明 張啟明 不吃飯跟不喝水 哪一個比較先死 就是說 嗯 有 不吃飯比較容易死掉 還是 不喝 不喝水比較容易死掉 為什麼 沒關係我們來看好了 那 好 不要問你了 你剛剛答對了 那我們再來問一下 沒有吃飯啊 超過 答案就在這裡 沒有吃飯超過一個禮拜 不會死 但是一個禮拜沒有喝水 你就死翹翹了 就死翹翹了 那為什麼水這麼重要呢 你可以不要吃飯 一個禮拜不會死 那一個禮拜不喝水啊 你就會死掉 為什麼呢 嗯 我們等一下就來講 水啊 跟生命之間的關係 為什麼水這麼重要 從我們一開始講 探討一個星球 沒有生命 就在講 水的存在 那這個水到底有什麼樣的 一個重要性 那首先我們來看啊 水跟生命起源的關係 水跟生命起源的關係 那 太陽啊 從太陽呢 發射很多 不同波長的一個 射線 來到地球 有可見光 有紅外光 有紫外光 各式各樣不同的波長 構成我們熟知的 紅外光啊 可見光啊 還有紫外光 那 紫外光啊 波長比較短 紅外光 波長比較長 波長比較短 相對來說 能量就比較高 能量就比較高 所以紫外線呢 它能量是屬於比較高的 事實上是已經會 造成我們有害 在我們皮膚的傷害 在我們皮膚的傷害 那 在這個紫外線之下呢 當然還有更短的波長 比如說呢 像X光 X射線 Gamma射線等等 這些啊 射線呢 它的波長更短 它能量更高 更高 在古時候 這個地球呢 剛形成的時候 那個時候啊 沒有大氣層 沒有所謂的大氣層 沒有大氣層呢 這些射線啊 都可以直接從 這個太陽啊 照射到地球表面 照射到地球表面 那 照射到地球表面呢 這些短波長的 像紫外線 或是Gamma射線 等等 這些短波長的射線 能量非常非常高 所以呢 細胞啊 根本不可能 在這種光線的照射之下 存在 所以遠古的生命 是從什麼地方開始 是從海洋裡面開始 從深海裡面開始 因為呢 海洋的海水 可以阻隔掉 阻絕掉 這些射線 所以生命的起源啊 是在深海裡面 深海裡面 那後來呢 我們的地球開始累積 這個大氣層開始慢慢的出現 慢慢的累積 那可以阻擋掉一些射線 所以呢 這個生命啊 就開始從深海的地方 慢慢的往前海的地方移動 然後呢 開始離開海面 離開海 然後到陸地去 所以我們才會有所謂的 陸生的生物 陸生的生物 那 然後就逐漸的演化到現在這個樣子 這個樣子 那 我們剛剛說這個紫外線 紫外線啊 是400以下 400到700是可見光 400以下就是紫外線 紫外線啊 事實上呢 所以它的波長啊 又可以進一步分成三種 所謂的 UVA UV就是紫外線 UVA UVB UVC 那 其中啊 這個 UVB啊 是跟我們是不是會曬傷有關係 太陽啊 所散發出來的這種紫外線呢 UVB啊 是跟你會不會曬傷 皮膚會不會花紅 會不會曬傷 會不會透皮 是有關係的 是有關係的 那 UVB啊 會被 這個雲啊 所阻擋掉 UVB的波長大概是280到320 這個 奈米 那 它會被雲啊 大氣中的雲所遮掉 所以 陰天呢 這個UVB啊 比較不會到達地球表面 所以陰天去海邊玩 比較不會曬傷 比較不會曬傷 那 UVA呢 是介於啊 這個320到400 我們剛剛說 400以下是紫外線嘛 那事實上 紫外線裡面最長的波長 就是UVA 因為它是400到320 那這個UVA啊 現在知道說呢 其實它更可怕 它更可怕 比我們 剛剛所說的 UVB會造成你曬傷的 這個UVB啊 它是更可怕的 更可怕的 因為呢 這個UVA啊 它會 它造成到你的皮膚呢 它雖然不會造成 馬上造成你皮膚的花紅 但是啊 它會進到你皮膚的真皮層 皮膚真皮層裡面有什麼 皮膚真皮層裡面 有膠原蛋白 膠原蛋白跟彈性蛋白 還有產生膠原蛋白 彈性蛋白的 纖維母細胞 所以這個UVA啊 造色就會 傷害你真皮細胞裡面的 膠原蛋白 彈性蛋白 所以 長期在外面工作的 比如說像農夫啊 或是在外面工作的 你看它 經過一段時間之後呢 它的皮膚啊 就會像皮革化 產生很深很深的皺紋 因為你的膠原蛋白 會因為UVA的造色 然後就被破壞掉了 被破壞掉了 所以你就會產生這種皺紋 產生皺紋 所以現在防曬乳液呢 以往防曬乳液啊 都是針對UVB 所以你會知道說 SPF5啦 SPF10啦 SPF40啦 SPF60等等 現在啊 除了SPF之外 又多了一個數值 又多了一個參考的數值 是 這個防曬乳液啊 對UVA的阻隔能力 阻隔能力 所以 這個是 UVA跟UVB 那UVC呢 它的波長啊 更短 280到100 可是UVC啊 非常非常的危險 為什麼非常非常危險呢 因為UVC啊 它可以打斷你的DNA 打斷你的DNA 那 細胞DNA被打斷之後 這個細胞就活不了了 就活不了 所以會造成細胞的死亡 造成細胞的死亡 這個細胞 這個細胞呢 如果DNA被打斷 它就會啟動自殺的程式 讓自己死掉 那萬一呢 它沒有啟動自殺的程式呢 這個細胞啊 就可能會變成癌細胞 就癌細胞 所以那就慘了對不對 變成皮膚癌 旁邊皮膚癌 那 我們的DNA啊 會被大概 245到290這個 這個階段 這個range的波長啊 所造成而斷裂 斷裂 這個range呢 就是我們剛剛所說 大概是介於UVC的範圍 UVC的範圍 所以 你可以知道 比如說你看牙齒好了 它們會有消滅菌 消毒滅菌的一個 那個器械 把那個器械放到這個 滅菌箱裡面去 然後可以消毒 可以消毒 可以殺菌 那事實上呢 這個箱子裡面啊 那個光呢 它就是紫外線裡面的 吸波段 UVC這個吸波段 它藉由這個方式來殺死 這個器械上面的細菌 把細菌的DNA打斷 然後細菌就死掉翹了 就死掉翹了 那這個UVC這麼可怕 還好呢 我們有抽氧層 地球表面有一個抽氧層 會把這個UVC啊 把它阻隔掉 把它阻隔掉 所以照理來說 這個UVC啊 是不會到達地球表面的 是不會到達地球表面的 可是呢 總是會有一些意外 而且現在啊 是越來越來越嚴重 越來越嚴重 地球呢 這個大地層啊 這種抽氧層的一個破洞 抽氧層的破洞 大家都會聽過這個 抽氧層破洞這件事情 這件事情 這是在2006年 所拍的一張照片 這個地球呢 它的在 這個法式北極還是南極 我忘記了 就出現了 藍色的地方 就代表抽氧層濃度 非常非常非常低 幾乎就是沒有抽氧層的地方 就出現一個大的波洞 所以這個地方呢 UVC啊 就可以照射進去 照照地球表面 塞到我們皮屋上面 塞到我們皮屋上面去 那 這是2006年的例子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2013的例子 2013的例子呢 這個是 地球啊 抽氧層的一個變化 抽氧層的變化 你可以看到 等一下看到這個動畫呢 它會有顏色的改變 藍色的地方 就代表 抽氧層濃度比較低 是沒有抽氧層的地方 沒有抽氧層的地方 這從 7月1號開始 那隨著 時間開始進行 你可以看到 這個地球表面 這個抽氧層的濃度的變化 濃度的變化 那 7月 8月 你看 2013年 出現這麼大的一個位置 而且 時間還蠻長的 那 漸漸的 到年底了 11月 12月 所以啊 看起來 夏天蠻危險 對不對 我們剛剛從7月開始看 其實 7、8、9、10 還蠻 這個時間還蠻危險的 所以出去呢 可能啊 你就會造成到這個UVC UVC 就會 造成你皮膚的一個很嚴重的傷害 也 運氣不好的話 就會有皮膚癌 就會有皮膚癌 那 所以啊 這個 夏天要出去玩 就必須要 摩一些 黃曬如意事實上 對UVC沒什麼效 就是說 你要遮 拿雨傘 或是要穿外套 那要不然就 躲在家裡面 當宅男宅女也不錯對不對 沒有生命危險啊 幹嘛出去 好 我們剛剛說啊 生命源自於水 一開始呢 生命是在深海裡面出現的 因為啊 這些射線太可怕了 會把它殺死 會把它殺死 那生命源自於水 那後來呢 慢慢的離開水 慢慢的離開水 它 生命啊 即使不是生存在水裡面 像海生生物 它即使不是生長在海裡面呢 當它離開 這個海水的環境 離開這個水的環境 開始變成一個陸生生物的時候呢 這個生物啊 它在身體裡面啊 有攜帶很多很多的水 多少水呢 我們剛剛說 70%對不對 這個生物 它即使離開水了喔 它到 到了陸地的環境來生長 生存了 可是呢 它的這個 生物體裡面啊 含有70%的水 70%的水 為什麼這麼重要 我們來看一下 水的一些特性 水啊 是H2O 兩個氫一個氧 所形成的一個結構 形成一個結構 那氧呢 對電子啊 有比較大的一個渴求 需要 比較 它有比較強的拉電子的能力 所以呢 它會把氫的電子啊 往它這個方向拉 所以呢 就會導致啊 產生一個極性 一個極性的一個存在 也就是說 這是一個水分子 在氫 氫原子的這個地方呢 它會偏向於正電 為什麼 因為它原子被拉到氧這邊來了 在氧原子這個地方呢 它會偏向於負電 所以 它雖然是一個 這個分子 可是呢 它本身有的地方 氫的地方偏正電 氧的地方偏負電 偏負電 那 這是一個水分子 如果我們把很多水分子 放在一起呢 放在一起啊 就會產生像這個樣子 這個樣子 這個水分子呢 它 略帶負電的氧 跟另外一個水分子呢 略帶正電的氫 產生一個連結 這個連結叫 所謂的氫件 叫氫件 氫氣的氫 叫氫件 氫件 所以呢 這個水分子在水裡面啊 它們就會形成這種 所謂的氫件 手拉著手 手拉著手 那我們剛剛說啊 這個生物體啊 像比如說人呢 我們有百分之七十的水 你看啊 這是我們的細胞喔 這是我們的血管 血管裡面呢 有很多血液 血液是什麼 血液是水啊 很多的水分 很多的水分 那 這個血管跟細胞之間呢 細胞跟細胞之間呢 所謂的細胞外溢 也是很多很多的水分 那細胞裡面呢 也是含有很多很多的水分 很多很多的水分 所以 水分啊幾乎是無所不在的 無所不在 那為什麼我們要在 細胞裡面也要水分 細胞外面也要這麼多水分 在血管裡面也要這麼多的水分呢 那 事實上這個水分裡面啊 有的還含有很多很多的離子 各式各樣的離子 那這些離子啊 到底有什麼重要性呢 到底有什麼重要性 首先啊 我們來講這個水的 水的一個特性 它因為它有氫件 所以它有很多重要的特性 這個特性啊 跟生物的存在 生物的一個運作啊 是很有關係的 水是一個廣泛的溶劑 廣泛的溶劑喔 比如說 食鹽呢 或是糖 你知道喔 比如說食鹽呢 你把鹽巴呢 丟到水裡面去 攪一攪 它就融化了 剛開始呢 你拿出來的鹽 食鹽呢 是結晶對不對 食鹽的結晶 你把它融到水裡面 攪拌之後 它就融化了 那本來食鹽啊 是一種氯化鈉 鈉 帶正電的氧離子 鈉離子 跟帶負電的氯離子 所形成的一個結構 所形成的一個結構 結晶 那你現在把氯化鈉 丟到水裡面去之後呢 本來鈉有帶正電 氯有帶負電 兩個人手牽手 很穩定 很穩定 感覺蠻好的 可是呢 你馬上現在到水裡面去之後呢 這個水分子啊 就會來包圍它 包圍它 你看喔 氯本來是帶負電的喔 那帶正電的這個氫呢 就會過來包圍它 那 那本來帶正電的 那現在帶負電的氧呢 就會過來包圍它 所以他們現在就覺得說 欸我也不一定要氯啊 我跟氯分手也不錯啊 你看我 我跟氯分手之後 我 我鈉離子跟氯分手之後 有這麼多水分子來包圍我 欸我也覺得還不錯 沒關係 那 要不要跟氯手牽手呢 就沒那麼重要了 沒那麼重要了 所以 這個也就是說 這些物質啊 可以溶解在水裡面 的一個原因 因為啊 他們溶解在水裡面呢 就會有一個叫水和的作用 水和作用 帶負電的氯 有很多氫 帶正電的氫呢 包圍它 來使它維持穩定的一個狀態 同樣我們剛剛說 帶正電的鈉呢 有很多帶負電的氧 能夠圍著它 使它維持在一個穩定的狀態 所以他們兩個立彎啊 不一定要在一起了 不一定要在一起了 所以這個 叫做水和作用 離子旁邊有很多水 跟它結合 叫水和作用 叫水和作用 所以水啊 是一個很好很好的溶劑 它可以讓很多東西 溶解在裡面 溶解在裡面 那比如說 我們這個生物體裡面 最多的這個蛋白質 蛋白質 那蛋白質呢 蛋白質本身是由 安基酸的過程 這個下禮拜 我們就會提到 有安基酸的過程 那安基酸呢 有的就帶有一些電荷 帶有正電啊 負電的電荷 那在水裡面呢 它同樣也會被水啊 包圍起來 所以可以使蛋白質啊 可以穩定的 存在水 存在水裡面 這個存在水裡面 那接下來蛋白質呢 就跟其他蛋白質 來進行一些反應 進行一些反應 所以 水是一個很好的溶劑 是一個很好的溶劑 那我們來 來舉一個生活的例子 生活的例子 這是我們的嗅覺 我們是剛剛說 嗅覺很重要對不對 沒有嗅覺呢 是可以領重大傷病所測的 在我們的鼻腔的後上方 鼻孔進來的 後上方這個地方呢 大概五平方公分 五平方公分的面積呢 有啊 五百萬個嗅覺感覺神經元 嗅覺感覺神經元 也就是這個地方呢 有小小的面積 有五百萬個嗅覺感覺神經元 負責啊 這個氣味分子進來之後 你可以辨識 它是什麼樣的一個味道 它是什麼樣的一個味道 那如果我們把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呢 把它切片下來 然後在顯微鏡下觀察呢 就可以看到這個樣子 哇 這個是面對鼻孔的那一側 面對外面的那一側 你可以看到呢 這個嗅覺感覺神經元 它事實上好像伸出很多很多的這個 觸手的結構 結構 伸向於啊 這個 鼻腔的這一側 伸向於鼻腔的這一側 這是 在電子顯微鏡下 所看到的情形 那如果把它畫成卡通圖呢 就是像這個樣子 這邊呢 是空氣流動 鼻孔 鼻腔的這一側 那這個是 我們剛剛所說 嗅覺感覺神經元 存在的位置 那就是嗅覺感覺神經元 那嗅覺感覺神經元 一邊連到腦部裡面去 連到腦部去 那一邊呢 伸出很多很多的觸手 然後面對你的鼻腔這一側 面對你的鼻腔這一側 那 這個是 細胞所特化出來 伸出很多的 很多的觸手 那我們剛剛有提到說 嗯 你要去感受到外界 一些 氣味分子 的一個存在呢 你必須要有什麼 你必須要有接受器 對不對 所以呢 上面一定有一些接受器的結構 那這個接受器的結構 接受器啊 都是一些蛋白質的結構 那這些蛋白質啊 存在這個細胞上面 這個觸手上面呢 它扮演接受器的角色 它接下來要去感受到 空氣中的這些氣味分子 的存在 可是 這樣的觸手啊 能不能曝露在空氣中呢 不能曝露在空氣中 它馬上啊 就會被撕裂 就沒辦法 它沒辦法存在空氣中 所以它必須有一層 薄薄的黏力 薄薄的黏力 把這個 包圍住 包圍住 所以你看這些觸手呢 事實上是有一層薄薄的黏力 把它包圍住 包圍住 那 現在呢 空氣中 比如說你聞的這個花香 那這個氣味分子呢 進到你的鼻孔 進到你的鼻孔 那氣味分子進來之後呢 它 這個 我們剛剛說 秀者感覺神經元的觸手 是必須被一層水 黏液啊 一層水呢 把它包圍著 因為它上面的蛋白質 可以穩定的存在 這個水溶液環境裡面去 所以可以 使得它能夠 穩定的存在 不會接觸到空氣 有時候就被撕裂 結果就 壞掉了 所以 你的氣味分子啊 吸進來之後呢 它第一件事情 它就必須要溶解到這個 黏液裡面去 那溶解到黏液之後呢 接下來啊 它一旦溶解到黏液 它就可以開始啊 跟啊 這個 產生這種碰撞 就會碰撞到啊 這個觸手上面的 接受器 觸手上面呢 有一些接受器 那你的氣味分子呢 溶解到黏液之後 你才會有機會 碰撞到這個接受器 然後讓你知道說 什麼味道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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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 接下來我再問同學 一個問題囉 剛剛如果 你聽得懂 就稍微再想一下 就知道了 啊 欸 秋和液 感冒的時候為什麼會 嗅覺不靈敏 為什麼感冒的時候 你就開始 氣味沒那麼靈敏 甚至你就沒有 聞不到味道 為什麼 我們剛剛說 氣味分子 進到你的鼻腔 接下來它會先 融在一層黏液上面 那融在一層黏液上面之後呢 它就會開始在液體裡面 這種自由碰撞 那碰撞到接受器的時候 你就會知道這個味道的存在 那 感冒的時候為什麼 我們的嗅覺會變差呢 流鼻涕 流鼻涕會怎麼樣 就被蓋住 就被蓋住了 嗯 非常棒 流鼻涕的時候 我們感冒的時候 分泌物會變多 所以啊 你這樣黏液呢 就變得非常非常的厚 變得非常非常厚 那你同樣的氣味分子 進來本來薄薄一層 進來要碰撞到接受器 的機會很高啊 那你現在如果很厚一層呢 它進來之後 哇好像大海到這一樣 根本撞不到 碰不到這個接受器 所以你就 對氣味的敏感度啊 就會下降 就下降了 那另外一個原因 是什麼原因呢 另外一個原因 是因為你鼻黏液啊 分泌物變多了 所以你進來的空氣呢 量就變少了 所以你的吸進來的 這個氣味分子啊 量就變少了 變少了齁 那有時候呢 是跟我們的鼻塞有關係 鼻塞事實上是跟鼻腔裡面 這個血管的一個擴張 有關齁 這是感冒的時候會有一個現象 你的血管會擴張 所以這樣鼻塞 鼻塞來就表示你的 空氣進到你的鼻孔裡面的量 變少了 一方面量變少了 一方面液體變多了 所以你要碰撞到這個接受器的機會 就下降了 下降所以呢 我們就 對這個嗅覺啊 我們的嗅覺就會不靈敏 就會不靈敏 好 所以我們剛剛知道說 水是一個很好的溶劑 蛋白質啊 或是一些鹽類的物質啊 都可以溶解在水裡面 溶解在水裡面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第二個 這個水分子的特性 水分子啊 我們剛剛說它有氫健 水分子跟水分子之間呢 會有這種氫健的存在 是因為它有氫健 所以讓水分子呢 具有比較高的比熱 這個一定會考的 你 馬上記起來 這個一定會考的 水分子啊 具有比較高的比熱 比較高的比熱 什麼是比熱呢 比熱啊 就是說 水分子啊 要上升一度啊 所需要的一個熱量 到底有多高 有多高 那因為它有這種氫健的存在呢 會使得啊 水有比較高的比熱 你要讓水的溫度上升呢 相對來說比較困難 比較困難 那 水被加熱的時候啊 那你首先啊 就要必須要破壞 水跟水之間的一個氫健 才能夠啊 讓這個水分子啊 有運動的速度加快 然後呢 產生這個熱量 產生這個熱量 但是呢 水分子跟水分子之間呢 有氫健的存在 會使這個事情不容易發生 講那麼多 你們一定聽不懂 那我們來舉一個例子好了 舉一個例子 有沒有同學有這種經驗啊 當你在煮泡麵的時候 比如說你用一個鍋子啊 在瓦斯爐上面煮泡麵 那 煮泡麵的時候呢 你把瓦斯爐打開 然後呢 應該不會有這樣的例子 不要回去做實驗啦 你 你如果看開始煮開水的時候 那你手去摸鍋子外面 跟摸鍋子裡面 哪邊會比較熱 你覺得哪邊會比較熱 鍋子外面比較熱 鍋子外面比較熱 你呢 鍋子裡面比較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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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再問一個 鍋子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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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比2 好吧 2比2 打平了 一樣 哪裡比較熱呢 大家 嗯 事實上這個 我很早以前 就有這個經驗 但是你們不要去做實驗啦 不然說老師害你們的就不好 哈哈 事實上鍋子裡面是不會熱的 你開始煮的時候 你把這個水 放到那個 瓦斯爐上面去 火一打開 鍋個1分鐘好了 你手伸到鍋子裡面去 然後把它摸到底 事實上啊 它並不會很熱 有時候甚至是根本不熱的 根本是不熱 但是摸外面呢 哈哈 你的皮就黏在上面了 哈哈 外面很熱 裡面不會熱 為什麼呢 為什麼這樣子呢 這個裡面啊 有水分子 那我們剛剛說啊 水分子 它有很高的比熱 很高的比熱就是說 它接受熱量之後呢 它的溫度 卻不會有明顯的上升 不會有明顯的上升 所以你可以想像 這裡面呢 有很多水分子 大家都手牽手 比如說我們現在同學 大家都手牽手 手牽手 就是有氫電的存在 那我現在呢 在這個地方 加熱 我從這個地方加熱 加熱之後呢 前面這一排水分子怎麼辦 啊 我死了 然後就跑掉了嗎 當然不會 所以它要跑掉 它受熱之後 它要跑掉的時候 它 因為它們帶它手前手 所以其他人 會把它拉著說 你不要走 對不對 所以你要讓水的溫度 你要讓水分子的運動 變成更劇烈的運動 你要給它更高的能量 一般的能量是 不足以讓它產生這種劇烈運動 也就是說 溫度不會明顯的上升 那所以說 你在煮一個鍋子的水 你一開始的時候呢 為什麼我已經加熱了 外面的鍋子都很熱 為什麼裡面的水 溫度沒有什麼改變呢 為什麼會這樣子呢 可是大家可能還會注意到一個現象 我這個鍋子 一開始煮的時候 開始會冒一些小泡泡 這個泡泡的原因是因為 鍋子裡面的 本來融在水裡面的氣體分子 因為你加熱 然後它溶解度下降 它就跑掉了 那接下來呢 你一直加熱 一直加熱 知道到最後 水分子 這個水要沸騰的時候 你有沒有發現 這個水要沸騰的時候 都是一開始的時候 泡泡很少 到要沸騰的時候 幾乎在那一瞬間 就開始冒泡 一個泡泡出來之後 就開始很多很多泡泡 同時產生 為什麼會這樣子 跟清鍵也有關係 我們剛剛說 水蚊子跟水蚊子之間 就讓大家都是手拉著手 手拉著手 我在這邊加熱 它不會有太大溫度的改變 因為它透過大家手拉著手 這個清鍵 把能量傳出去 大家都來分享這些熱量 所以我一直燒 溫度並沒有改變 因為透過清鍵 把這個能量散佈出去 讓大家共同來承擔 共同來承擔 可是這不能夠一直存在 我一直燒一直燒 一直加熱一直加熱 一直加熱到最後 然後每個人的手牽手 已經都拉到極限了 拉到極限 拉到極限怎麼辦 拉到極限 它沒有辦法再承受更多的熱量 到最後 達到一個臨界點的時候 清鍵斷了 斷了是 大家幾乎在同樣一個時間 沒辦法承受了 沒辦法承受了 沒辦法承受呢 水蚊子就會開始 大量的變成氣體 然後就跑掉 所以 你在煮開水的時候 你不是一開始煮 然後就開始冒泡喔 不是喔 對不對 你是一開始煮的時候 平平靜靜的 到最後要沸騰 大概那幾分鐘的時間呢 就是 泡泡才開始劇烈的 很快的 快速的同時出現 為什麼會快速的 同時出現 為什麼不是 一開始加熱的時候 它就開始冒 開始冒泡泡 開始冒泡泡 為什麼呢 會還是有一個急下 嗯 所以 到最後一個瞬間 熱量一直加 一直加 一直加 到最後呢 大家已經都沒辦法能夠再承受 這樣的一個 額外加進來的熱量 所以 這個清潔啊 會在那一瞬間 大家都斷裂 然後水蚊子呢 就大家都升天了 升天 就冒泡泡 冒泡泡 那 這個跟我們 細胞 跟我們有什麼關係啊 煮開水跟生命 有什麼關係呢 細胞啊 裡面很多水 周圍很多水 那我們在 比如說 你在拿 你在拿雅鈴好了 你在打球 你的肌肉要縮縮 這個球過來了 你又開始打球 你的肌肉要縮縮 肌肉縮縮啊 就會有能量 就需要能量 那需要能量的過程中呢 就會產生熱量 就會放熱 就會放熱 能量啊 的轉換呢 從你的食物 你儲存的一個 像葡萄糖 要轉換成能量 它不會百分之百轉換 它會轉換呢 大概三分之一 正面能量 那剩下呢 都會以熱量的方式存在 所以 為什麼我們運動會熱 因為啊 你運動在消耗 你在做工啊 你的肌肉在縮縮啊 那這個時候呢 你就要消耗很多 你的一個 一個能量 在這個同時 你也產生很多熱量 所以你會覺得很熱 運動你會覺得很熱 是因為 你需要能量的過程中 也產生很多很多的熱量 那這個細胞 它在縮縮 比如說 它是我們的肌肉細胞 你要打球的時候 這個肌肉要縮縮 它需要很多的能量 同時它也產生很多的熱量 那它還產生很多的熱量 這個熱量 如果不趕快把它 想辦法散 散布到外面去 那這個細胞怎麼樣 它裡面的熱量 就越來越高 越來越高 就把自己煮熟了啊 對不對 就把自己煮熟了 所以不可能會有這種事情 所以呢 透過啊 水分子的氫電 這個細胞在做工 產生能量 在使用能量的同時 產生了很多的熱量 這個熱量呢 就會透過水分子 把這個熱量 散布出去 到所有的水分子 因為有氫健 所以你的體溫會不會改變 你的體溫不會改變 但是你的散熱的效果呢 已經達到了 已經達到了 那 這個不要看 我們要舉這個例子好了 車子啊 偶爾可以看到有些人 這個車子開一開 在高速公路上面開一開 結果呢 就燒起來了 就燒起來了 為什麼會這樣子 很大部分的原因 是因為 它引擎沒有水了 它的水箱破了 不知道 然後呢它可能繼續開 什麼是水箱啊 為什麼我們 我們汽車要一個水箱呢 水箱要加水 一般來說 不大需要加 因為它水基本上 是不會減少的 基本上是不會減少的 那 水箱 在這個地方 它裡面有一些水 那一發動之後呢 這個水箱的水 會跑到哪裡去 那這個水箱的水啊 它事實上會連結到 氣缸 引擎的氣缸 引擎的氣缸 是中空的 是中空的 那氣缸 氣缸壁啦 我說引擎的氣缸壁 是中空的 所以水分啊 這個水呢 可以在這個氣缸壁 周圍整個循環 周圍循環 那你 中間的氣缸呢 不斷的引擎 一直在爆炸 有這個 汽油點燃 然後爆炸 就是因為這種爆炸活塞的動作 所以使得你有能量 車子可以動 可以動 可是呢 它在這個爆炸 汽油爆炸 推動你的活塞的過程 產生能量了 做工了對不對 所以你車子可以動對不對 但是同一個時間啊 它也產生很多很多的熱量 產生很多很多的熱量 那這個熱量 你帶走不行啊 你爆炸 產生能量 又產生熱量 熱量累積幾次之後呢 它就縮開了 縮開什麼意思 就是說 熱脹冷縮 引擎呢 引擎呢 引擎壁 如果承受太多熱量 它就變小 它就縮縮 那你的活塞就動不了了 就縮開了 車子根本就沒辦法動了 就熄火了 因為 爆炸的過程中 引擎摩擦 產生熱量 但是呢 如果熱量沒有被帶走 它就卡住了 它就卡住熱脹冷縮的原理 就卡住了 那 這時候水箱的水 就發揮這個功能了 水箱的水呢 它會循環到 這個氣缸壁 把你剛剛爆炸的時候 產生的熱量呢 就把它帶走 就把它帶走 帶到哪裡去 當然就帶到 水箱這個地方來啊 它循環嘛 對不對 產生熱量 它就把它帶走 帶到水箱這個地方來 你車子在行駛 風一吹 就把熱量就帶走了 甚至有時候呢 它本身的風扇 會主動式的啟動 因為裡面溫度太高 風扇就會啟動 把熱量 把這個熱把它吹走 把它吹走 同樣的 你看喔 這個水箱裡面的水 它的一個運作啊 它就是要把這個能量把它帶走 就像我們剛剛所說的 細胞啊 是一樣的 你在這裡做工啊 你產生很多很多的能量 你不帶走的話 你馬上這個細胞啊 就變成 就被煮熟了 就被煮熟了 太多熱量累積就被煮熟了 當然不可能是這樣的 正常的生理情況下 不可能是這樣的一個情況 不可能是這樣的情況 那比如說 發電廠 就是核能電廠 核能電廠呢 有時候我們可以看到很多 像這種帽很多的白煙 那事實上我們知道說呢 核能電廠啊 它會引這個海水 來這個散熱 來散熱 那這個是反應爐 反應爐呢 它會產生很多的熱量 這個熱量啊 就會用來啊 產生這個電能 產生這個電能 那這個熱量呢 還是必須要適當的把它導引 把它走開 所以它會引一些像海水過來 然後呢 把這個地方啊 降溫 那 這個海水如果沒有好好處理 如果直接排放到海洋去 就會造成一些海洋生物啊 因為海水溫度異常的上升 然後就會造成海洋生物的一些 像白化的現象 就死翹翹了 就死翹翹了 那 所以這個跟我們剛剛所講的 汽車原理也是一樣的 你在這個地方呢 你產生很多很多的熱量 那你水呢 這個一個功能之一啊 就是把這個熱量把它帶走 把他帶走 當然啦 這個水在這裡也 承受了很多的熱量 它就沸騰了 變成水蒸氣 水蒸氣就有這個動能啊 來推動 然後來產生電能 產生電能啦 其實跟 汽車的 這個 水箱啊 引擎的運作是很類似 跟我們人類的細胞 散熱也是一樣的 也是一樣的道理 那 接下來我們來看啊 水啊 有比較大的增花熱 我們剛剛說水有比較大的 比熱 比熱就是說 你要讓水溫度上升一度 所需要的熱量 因為它有氫健 所以你要很高的能量 它才會溫度有改變 有明顯的改變 那另外一個是 水具有較大的增花熱 增花熱 也就是說呢 這個水啊 從一個液體 要變成氣體 這瞬間 液體要變成 液體要變成氣體 這瞬間呢 它必須要很高的能量 它才會變成氣體 我們剛剛說嘛 一杯水 你煮到最後的時候 煮到最後的時候呢 它要從液體的水 變成氣態的 把這個水蒸氣跑掉 在這一個瞬間啊 它需要吸收很多很多的熱量 才會啊 變成氣體 跑掉 變成氣體跑掉 那這跟我們人類 跟我們人有什麼關係 運動完的時候 你有沒有發現 喜歡運動的同學 有沒有發現 你運動完的時候呢 你有沒有發現 你的皮膚上面 有一層鹽巴 下次運動的時候 你就舔一舔好了 慢慢會鹹鹹的 如果沒運動 抓人家手來舔點看好了 為什麼運動完會有一層鹽巴在你的表面 為什麼這樣 我們剛剛說人類的這個 細胞裡面有很多液體 細胞外面也有很多很多的液體 血液裡面也有很多很多的液體 那很多的離子啊 會溶解在這個水裡面 水是很好的溶劑 包括像石鹽 綠化納這個石鹽 也是很重要的一個離子 很重要的離子 所以當你這個流汗的時候 這些離子啊 就會跟著從你的毛細孔 跑出來 跑出來 運動的時候 我們很多的水 會從你的皮膚表面啊 跑掉 跑掉 那 所以就是流汗的一個原因 那為什麼會有流汗 為什麼水會從你的毛細孔跑出來呢 我們剛剛說 你的細胞在做工 產生能量 因為細胞旁邊有水 細胞裡面也有水 然後呢 這個水啊 有氢電的關係 所以可以把你細胞 做工產生的能量呢 把它散布出去 把它散布出去 但是你不能沒有極限的啊 對不對 你如果一直運動一直運動 那就像我們剛剛說 你一直煮開水 它溫度總是會上升的 所以如果你一直運動 那你藉由這個氢電 總是會有一個極限的啊 那到最後還是會 溫度還是會上升啊 你身體的溫度上升 你可能你 很多的消失都被破壞 你細胞就沒辦法運作了 所以 接下來就利用另外一個機制 這個機制是什麼 我水分子承接了很多的一個熱量 大家氢電承接了很多的熱量 那 那有些水分子呢 接下來啊 它就會 會從你的毛細孔張開 它就會從你的身體裡面 氣化 以氣體的方式 跑掉 從液態的水 在你的皮膚表面 從液態的水 接下來它要變成氣態的水 跑掉 這個過程呢 它就需要吸收很多的 所謂的熱量 這所謂的蒸花熱 本來在你表面的 這個水喔 現在要變成氣體 跑掉了 那它就需要 就額外可以幫你帶走 很多很多很多的熱量 因為我們有 水分子有很高的蒸花熱 也因為水分子從液態變成氣態 鹽巴才會留下來在你的皮膚表面 所以你才會覺得鹹鹹的 才會覺得鹹鹹的 所以 我們有很多的水分 它可以吸收很多 它有很高的比熱 它另外還有一招 它有很高的蒸花熱 到時候水分子要脫離 從毛細孔脫離你身體的時候 它要吸收更多更多的熱量 它在離開的那瞬間 可以幫你帶走更多的熱量 幫你帶走更多的熱量 那 講到這個 我們就來想一想 運動的時候 運動完的時候 要沖冷水澡還比較好 還是沖熱水澡比較好 運動完洗澡的時候 李孟展 來 李孟展 問過了是不是 沒有 運動完洗冷水澡好 還是洗熱水澡好 冷水澡 熱水澡 冷水澡 熱水澡 洗冷水澡不是 可以把熱量帶走嗎 血液洗完比較好 血液洗完比較好 那 血液洗完比較好 跟 你要把身體洗乾淨 有什麼關係 應該好像沒有直接關係 對不對 對不對 那 運動完之後 洗什麼樣的澡 可能可以洗得比較乾淨 有沒有 有沒有一個經驗 你們運動完之後 然後 就去沖冷水澡 哇好舒服 那沖完之後呢 欸 你接下來去身體擦乾了 去 去穿衣服的時候 或是穿完衣服 出來跟朋友聊天的時候 又冒汗了 對不對 有沒有這種經驗 沒有 沒有經驗下次去 就打完球場 然後去沖冷水澡 然後把衣服穿起來 看衣服會不會撕掉 會 會撕掉 為什麼 為什麼會這樣 你在運動的時候 你的身體很多熱量 要經由毛細孔 然後 變成 水分後來增化掉 要跑掉 你這個時候 如果沖冷水澡的時候 你就把你的毛細孔 關起來了 因為 從 冷水澡會讓你覺得很涼爽 因為我們的皮膚 有感覺神經 所以你在沖的當下 你會覺得好涼爽 可是呢 比較冷的溫度 會讓你的毛細孔就關住了 毛細孔關住會什麼問題呢 你本來熱量 要從毛細孔 水分要從毛細孔 跑出來 然後增化掉 帶走你的熱量 對不對 那你現在洗冷水澡 讓你的毛細孔關起來了 所以你洗的時候 雖然覺得很舒服 洗完也覺得好乾淨 剛剛的鹽巴都不見了 對不對 但是你的熱量 還是被你鎖在身體裡面 所以當你洗完之後 身體擦乾了 衣服穿起來 你的毛細孔又重新張開 你身體的熱量 這個時候 藉由水分 從毛細孔出來 帶走 所以你 油洗等於沒洗一樣 你還是會很臭 你身體還是會變濕 為什麼 因為你原來的熱量 沒有被帶走 沒有被帶走 那洗熱水澡嗎 不能太熱 這個致虐嘛 對不對 那就洗溫水澡 洗溫水澡 洗溫水澡呢 你的毛細孔 它的散熱作用還是存在 但是呢 它跑出來的汗水 包括之前的一個 這個眼淚的結晶呢 會因為你洗這個 溫水澡 而 把它帶走 把它帶走 所以啊 是洗溫水澡最好的選擇 不要洗冷水澡 雖然沖的時候很舒服 但是事實上 你根本洗不乾淨 你當下洗乾淨了 可是後來呢 身體裡面的熱量要出來的時候 又會 汗又會流出來 又會流出來 大家可以去體驗一下 是不是有這樣的一個 一個過程 好啦 我們先 我們本來要討論 洪仲秋的事情 好 下禮拜再說